包夾過來 跳遠邊 又來到宥偉的手上 今天宥偉投得過癮 今天這次要捨我 他太開心了 對 Anthony Bennett 第二次延武比賽 所以被抓了技術犯規 不過不影響陳宥偉 剛才這個三分外線 教練要提醒他 Calm down一下 對 應該是贏球之後再慶祝 對這個技術犯規 也讓他今天已經累積在內 其實都沒有太好的機會 Harris出手沒進 A.B. 在亂軍當中的進攻打敗 招招的直接輕鬆翻進 難得看到黑P有這個表現 可能又去撥球了吧 又被吹踢 這要小心耶 再來是技術犯規 已經在這一節被吹 兩次技術犯規了 來看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對 對 他是已經去撥球了 不經意地去習慣動作去撥球 對而且把球拍掉 那你碰到球 因為你站在球的下方 你碰到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把球 刻意地拍掉的話 對 這個動作裁判就會比較有意見 他等於說影響到下一次的一個 發球 對發球一個節奏 所以這個當然對鋼鐵員來說是蠻傷的 因為AB今天在大B不在場時 AB其實蠻在籃底下能夠肆虐 現在兩次技術犯規 他在被迫退場 對他在離場 所以這個技術犯規更麻煩 對 那現在變成沒有 雖然AB也不是說多大的洋將 但至少他203公分 比196的Harris來得還要高大 所以現在突然間鋼鐵人好像禁區裡面 缺乏守護神了